頭戴牙繩帽穿著白色外套的男子 警方一秒鎖定立馬將他包圍住 警方包抄時不敢掉以輕心 因為證明周姓嫌犯身上有爆裂物 很遙控器 還危險警方要將他引爆 警方一把將他壓制在地上 嫌犯手上的遙控器隨地被搶走 順利化解危機 證明周姓嫌犯110年才假釋出獄 曾經犯有殺人案 毒品跟槍炮案件 出獄後仍從操就驗 原理警分局又接活報案 證明周姓男子改造槍炮並且販賣 弃而不捨日夜根堅 掌握對象動態 驗證情之真實性 確認對象平時槍不離身 且在住處及坐車均長逆有槍械 使危害社會治安及國人安全 專案小組搜索周姓嫌犯的車子 查出長短槍四隻 子彈86顆爆裂物使七組 還有手榴彈五顆等 極具傷害力 周姓男子假釋出獄 卻繼續從事不法行為 全案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 三秀許叔為您配選彰化採訪報導